芳华被撤荡 因习近平去越南复会 话题不合适 中国官方没有明文禁止 但下令推后上演的冯小刚芯片芳华 已有影响中国近期棘手退伍军人维权运动之嫌 以及越南即将轮值亚太经合首脑会议 东道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会话题不合适两项敏感因素 中国导演冯小刚的芯片芳华 在十一长假黄金档期遭撤荡 主因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十一月赴越南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会议 有中越战争背景的影片不适宜播放 新一期亚洲周刊对此有这样的报道 中国电影一直遭受严格审查 但芳华已经审查通过拿到龙标 电影供应许可证 并排定在十一长假黄金档期上映 却在9月24日惊传遭到撤荡 引发中国各界哗然与揣测 但官方不做说明 芳华放映档期被言 众人关注的焦点是紧急撤荡的原因 一是说这部片预售太差 冯小刚在自我炒作 一是题材 内容敏感 因为这是三十多年来没人敢拍的敏感题材 影片涉及退伍兵话题 有人要借此滋事 据报道指出 芳华被更改荡期 源于习近平11月将赴越南参加会议 并进行国事访问 峰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顺访中国 外交五小事 在这重要时刻 有越战背景的影片当然不适宜放映了 据中国官方媒体消息 9月24日下午 冯小刚声泪巨下否认撤荡是因为预售成绩太差 或为了炒作的传言 并连续四次鞠躬致歉 承诺会尽快选定并公布档期 他说 由于不得已的原因 还没有开始就要说告别 中越战争发生于1979年2月至3月 而后两国军事对抗长达10年 中国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则称越中边界战争 报道说 发动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并非光荣 也造成许多负面效应 除了越南民间至今仍严重排华 筹华 当时中国给战死士兵的抚恤金为人民币500元 还不够在农村 买到一头牛 多年来 各地越战退伍老兵仍不断在上访争权益 据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王此前报道 1991年 北京和河内似乎达成了默契 禁止两个国家人民公开讨论这场战争 但随着网络社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 这想禁令近年来已变得无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